警方接过报案公园内有人群聚喝酒开趴 但大呼小叫扰民 玻璃市赶到现场一看 怎么又是你们 我们没有跑 我不知道啦 刚刚刚开始而已 大白天下午两点多 已经喝到醉绑绑 有人露倒公园草皮 还醒着的看到远景来了 劝他们要离开 觉得超扫兴 当场呛警 我们报警了 你们现在就离开 别拦了 别怕他们了 警察 你骂什么东西啊 你骂什么东西啊 骂什么东西啊 来 翻过去 翻过去 你骂什么 来 翻过来 翻过来 A2个腰三 让大地公园快点 这次新闭市芦州大地儿童公园 不少家长带小朋友 来到这边玩游乐设施 但当天有好几名男子 来到这边相约喝酒聊天 就喝了讲话大声了 附近民众以为最汗在闹事 打电话报警 警察要曾经开车子来 把他们载走 喝酒的时候会讲话会大小声 两三 两三四位人 我现在在这边跟这边说没办法 人就是报警察来一定的 酒后大线一下 虽然没有骚扰路过民众 但吓到人 警方到场劝导 最难五字经标骂原警 被当场压制 第一时间还想反抗 搭配警力到场将骂警察的 统统带回去 新闭地院审理后 依照侮辱公园罪 分别判两名罪男 拘役四十天得一颗罚金 公园小酌起杯 却拉高分贝 骂警察 就烙得被压制保护管束 还得被罚 三选关送少长